我家附近有個傳說 書籠裡面有一隻很神秘的洞窩 它全身的眼目很刺手 它全身黑咪咪 一到天黑它會周圍找食物 你不要再說了 小姐,你不要嚇表妹 好了,我們到了 拿回袋子 傻丫頭的狗聲歡迎我們 不,可能是神秘動物 好,我們走吧 爸爸,那裡好像有些東西 風吹了葉而已 傻丫頭,哪有這麼多神秘動物 你怎麼可以這樣嚇人 我玩玩而已 走吧 表哥說的只不過是野豬 一點都不神秘 真的嗎 什麼?野豬很大隻 很恐怖 野豬其實只是香港很常見的野生動物 因為這裡後面是一個天然的山林 所以就有野豬在這裡住 不要看牠們這麼大隻 其實牠們很怕人很小 那會不會咬人的 只要你不去騷擾牠們 牠是不會主動指要你的 表哥 你騙我 牠是小膽而已 好 小心點 真的有野豬 你不怕野豬 不如去餵牠 我們千萬不要餵野豬 這樣會改變牠們的雜性 令牠們不懂得去找食物 還會過度繁殖 甚至不再怕人類 到時候走進市區 造成之要就麻煩了 那我們寧願打個招呼吧 好,再說到天黑了 舅母在等我們吃飯 再見野豬 再見 再見,野豬 遇到野豬怎麼做 第一,大家應該保持鎮定 盡量與野豬保持距離 第二,千萬不要用物件 拋向或者驅趕野豬 以免挑釁野豬而發生危險 記住,不要餵牠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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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